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财商101的特别版 就是财商特优生 以后财商特优生会请一些不同的KOL 或者是网红界 或者可能在不同的平台 对投资或者其他不同的界别 我们都会做一些清谈等等的 关于一些人物 一些深入一点的介绍 所以这次第一集就请了 泡泡龙投资的泡泡龙 其实有没有通过你的线 能不能开开的线 通常英文文就叫我Roger 或者你叫我阿龙都可以 当然有些比较熟悉是龙哥、龙少什么都可以 好啊龙哥 龙哥好 我们当然为何会请Roger 因为我本来经常留意你的群众 不如我说一下我为何会接触到你 其实我之前上班 在工作里面 我那时候都是做财经的 做一些创业的工作 里面我们会常常找一些KOL等等 想做一些宣传 但首先我本身不认识你 然后我就在其他的同事口中就说 说泡泡龙的IG近期都很热烈 然后就说他里面说的东西是很容易明白 投资新手 因为他们也不太熟透投资的东西 他刚才新手的话 其实一看你的帳户等等就觉得很容易吸收 所以开始就跟着你了 是这样开始的 当然也想知道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叫做泡泡龙这么有趣呢 嗯嗯 其实 我当初在售网上一直想一想 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想用什么名字 最后有一次跟朋友聊天 然后就在说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在想 就是在聊天 然后最后就在想 有朋友说不如是泡泡龙吧 那为什么叫泡泡龙呢 我想起玩游戏的 是的 其实当年就是那只玩游戏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就是 我的名字是有龙字的 所以泡泡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其实我当初做的就是 2020、2021年 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是一个不暴的时代 嗯 为什么不暴 因为美联储大放水 其实全世界那时候 零息时代全世界都要投资 卖什么是什么 是的 你不能放在银行 放在银行 就是人家过去赚钱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泡沫的时代 所以我特意的 搜索的名字 也叫做Bubble Jack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Bubble 那没理由叫泡沫龙 泡泡龙 所以就成立了 就叫做泡泡龙 就是这样了 好啊 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记得到 很容易接触到 不过就有点幼稚 不过没所谓 没有 我们是贫着实力说话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近期 龙哥的 Pubble Jack 也是特别开 也是很受欢迎 我见你的VIP等等 那些加入人数 又爆顶了 又要再开放多些新的位置 好彩 是的 记得留下个位置给小妹 哈哈哈 当然了 大家都想可能了解一下 就是平时跟着你 可能投资 我知道你是在投资上面 平时的部署 但是在你真正 为什么会无端端露了出来 又会在这儿搞标题等等开始 大家都可能想知道你多一点的背景 究竟是如何开始接触投资的呢 好啊 真正说接触投资 有没有感人的故事吗 哈哈哈 无论 但是真正接触投资应该是中学的时代了 中学07年了 那时候说07年 如果大家 07 我还想问你中几 好像这是年龄的秘密 没所谓的 中四中五 差不多 07年是因为全世界都是大牛市 又是买什么星 无论美国和香港那时候 应该都是牛市的 那我中学那时候 你要买一个学生 不会投资的 那哪有钱啊 中四 最主要用几千元都可以投资的 一万几千都可以的 很多时候大家想在中学 就是有一万几千 几千元你都买一几千元 是不是 就是因为大牛市 全世界发觉你买股票都会上升的 但是为什么中学 你已经会有投资这个概念 我又觉得奇怪 因为在我读书 你不会身边的朋友 无端端叫你 一起买股票 就是这样的 因为 我想我在中学里面 应该投资 整班人不是很多人 几十个 可能两三个会投资的 那为什么会投资 就是看新闻 那新闻之后你发觉 你就发觉每个人买股票 不停上升 那你就会想学 想玩一下 还有一个很小的故事 就是因为我妈妈 已经去买股票大输钱 那时候很流行 那些什么炒先股 但是她继续输 我就觉得 不如你叫她不要投资 我来学 所以就是这样 最初就是这样 07年偏偏就是大牛市 买什么升什么的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当年 买第一只股票叫中国银行 到现在仍然有 三九八八 中国银行近期不错 但是她仍然是这个价格 我还记得我当初买 都是三个多四个多 我记得我买了几万元 因为我妈妈借了一些钱 因为我叫我妈妈没有投资 但是最后很快 在两三个月内 好像赚了三成 你想想一只银行股票 赚了三成是多夸张 我发觉那些钱很容易赚 那时候她觉得 不如投资吧 所以就开始 我记得我还有一位中学同学 买锅轮 就赚了更快 我觉得中韩的购买锅 好明现在是联买的了 但是结果 后来很快 零七之后零八就开始跌下来 那就开始输钱了 所以就 输了钱之后 我就不甘心的 我就会觉得 不如我去学一下投资吧 我觉得投资这件事 每个人都玩 是有人输的 但是没有理由100% 或者所有人都会输钱的 所以我就决定去学 也是因为这件事 我大学特意选择 这个学系 因为我对投资很有兴趣 所以真正接触投资就是中学 就由中学到大学 到出来做事都是保持投资 这个就是我接触投资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知道本身你读完大学之后 其实本身出来就是做银行的 大家可能觉得 是会做银行的 本身这份工作 大家就觉得很稳定 年底又有本质 其实大家会 梦冥而强 可能都是想做这一类的工作 那时候你为什么又会 真的输了 然后出来做一个全职的贡献 当中有没有什么挣扎过呢? 有的 其实做银行呢 因为银行是 是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呢? 刚才我就是想说做银行 其实就 无论我或者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同事 或者现前的同事 银行这份工作其实就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就是你可以稳定稳定 有份量 努力做 努力存钱 做到差不多都可以叫做 我在香港也可以形容中产 做到差不多是可以存钱买房 是没有难度的 但是做的过程是不快乐的 还有没有什么满足感的 我觉得给不到满足感 就是做公共资金 就是服务大客 最大就是腾讯那些 基本上可以说出的 香港或者中国公司 其实你的存在感很低 因为相对上你只是在 别人的大公司 大公司 学生 是的 所以其实也不会找到满足感 就算你成功了一宗交易 其实你又不会多了什么 纯体的钱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 最后来做全职投资呢 就因为我大学不业 一直保持投资 当初我去到 差不多 我设定了自己的目标 就是希望 当我觉得自己要有能力 每年都靠投资找到钱 起码是不低于我的工作收入 二来就是资产达到某个数 我觉得 可以 就算 我可以有这个 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能力 去尝试一两年 就算我真的触碰到 我坏了 我还可以出来做事 就当我休息一两年 可以有这个直播率 所以我又在2020年底 在2021年我就缺了 其中一个契机 当然就是2020年大牛市 也是因为美乱署放水 也就是多谢美乱署 所以 2020年的财富累積得很快 最后就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 所以我就缺了试一试 好 如果大家可能很多 都会想做到 我财务自由 我都想缺了一份工作 真的做投资者 其实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比现在真的想回答的 一群观众或者朋友呢 首先我算是真正做了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 去到真正的财务自由 做全职推打 其实是不同的 全职推打和财务自由 是两个概念 先说全职推打 应该很多人都想做全职投资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上班 有谁喜欢上班 是的 尤其是你遇到一些怪的 不是怪的 遇到一些差的老板 对你不好的 其实你会更加不想工作 但是你到全职投资 其实你会有压力的 因为你没有收入 嗯 你做会一个交易 你赢就当然好 你如果输 那么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人生活在香港 是一定有些开支的 吃东西啊 住啊 或者出来消费各样的 那么这些开支 你一定要在靠你的投资 一定要复制 所以你的全职投资 是不能输的 如果用了年计的话 你打工不会输钱的 是的 就是等于 at least 你全年的投资出来 那个 result turn over 你是要 是的 没错 你起码要预付 还有你的所谓的预付 是要应付开支 那些 其实等于打和的 我当你简单计算的 可能30万万 你要用30万一年 那么你的全职投资收入 低于30万 你等于8座 高于30万 才是 后面的那些 才是理论上叫利润 是的 所以你压力就大很多了 你会做一个交易 相对上你会不容许自己输 但是其实投资永远都有风险 有时候 要输得起才能赢得到 是的 有些估计 我选择一个例子 有些估计你慢了 你觉得会上升的 但是它跌一跌 那么你怎么办呢 你 跌完之后 你没有能力坐 因为上班的人 尤其是香港一般人 都会可以 很喜欢 那有他先 斗长命 这是有工作的人的权利 但是如果你没有 股图坐一整年 你都会升不回家乡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开支 就压力大很多 我们所谓的用错率就低很多了 这个是要考虑的一点 就是如果作为全职投资 或者最好的 我认为最好就是 你要建立在你现前的 计划里面 你是有信心赚到钱 你觉得你的模式是合理的 不是说今年赚钱 上年输钱 下年又赚钱 或者你纯粹因为你不喜欢工作 你觉得全职投资可以 叫做责任 就来做这件事 这样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 全职投资能不能赚钱 这个就是 全职投资的一件事 财务自由也是另一个概念 再说多一点 财务自由就是 即使你不做全职投资 我什么都不做 我的财富 理论上可以足够应付我会年开支 计算过数 可能假设你死亡那天 你的财富是足够的 即是你不交易 你也会有收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以有收入 就算你没有收入 我举个例子 当你有亿亿的身家 你不交易 理论上一般人 到死亡应该都用不完 这个你绝对可以定义为财务自由 另一件事就是被动收入 譬如我们说的定期 现在的定期 或者美国的国债4至5厘 我们当是5千万 如果你买一个5%的息率 你一年都有250万 250应该完全应付到 一般人一个人的一年的开支 你也可以叫做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很多人都定义不同 最主要就是 要视乎你个人的生活消费方式 因为我刚才举了个例子 250万 可能对一些大明星 大有钱人来说 买个Ermonds也不止了 Ermonds也不太贵了 但你会连买的法拉利 买的法拉利 其实你就不够了 就不同了 要看你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 财务自由 所以财务自由的金额也不一样 有一个人 我上网上有一个 说的 我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你 当你每年 你的总资产达到 你总资产3% 我当是一百万 一千万 3%就是30万 你如果每年的开支 是达到这个数 总资产达到这个数 那你就可以叫做财务自由了 其实它的3% 大约就是我所说的 因为你可以做被动收入 这样就要理解了 或者你这么说 3% 可以剩30年多一点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被动收入也没有 那你可以剩30年 类似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自己计算一下 就是说你 一年究竟大约开始 包括你家人 如果有些有小朋友 那就算一下 好 那财务自由就要算一下 如果你出来 就是你可以全职一个财务 这个工作 就是证明你在财务方面的收入 都已经可以达到 能够达到 所以你才选择走出来 当中你自己 在里面最成功的财务 或者是输得最多的经历 又是怎样呢 最成功的财务应该 其实就 如果算金 因为现在的资源大了 但是 是不可以纯计金额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改变人生的财务应该有两个 成功的例子的话 第一个就是 1617年 当时我去到今年前 全职转美股而已 之前就以港股为主 1617年就买了一只容创 它是内房来的 内房算是 未破产在同組之前 应该是头过几名的 当时就因为内房 中国的经济很好 地价就越来越高 深圳那时候 一年的房价可以升五成 那时候我就会发现到 地价高 内房应该理论上是好 因为它卖楼卖得很好 之外 它们是用杠杆用得很大 我举个例子 它们买一块地 可能在翌日用一千万买一块地 它们一块地一千万 实际上它们出的钱 可能是只有几十万 因为一部份的银行借钱 一部份还要做什么信托 就是找一般人 找一般人 比如市民去银行买这些信托 然后再给钱给它们 所以实际上一千万 它们只是出了5% 那你想想 5%的本金 隔地的资产 升一倍或者升五成 它们的本金数是多少 如果5%升一倍 就差不多升了20倍 所以它们的总资产 或者它们的贡献 就是公司的收入和盈利 在那两年大爆升 所以我还记得恒大 从2-3元升到最高30元 用创由5-6元 平均4-5元升到最高40元 全部都是10倍股 短短一年多两年内最多 正正是刚才的原因 因为它们的领域很厉害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借钱去买股票 股升一倍 你一定是不只赚一倍的 你自己计算可能赚了两倍 五倍 当时就捉到其中一个机遇 那时候 1617年就赚了 过倍 我忘记了 总之是一两倍之间 然后下一浪 赚了比较多 也成功在2020年 买比亚迪 比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比亚迪那时候 又是Tesla 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虽然知道Tesla很热 但是那时候不会买美股 港股那时候 我有留意Tesla 不是 有留意比亚迪 大市场比亚迪那时候 是比较落下无炒的 我觉得比亚迪那时候 它也在转型 它其实一早是最早转型 做电动车的一种企业 所以我看过后面 现在已经是全中国第一了 全球第一 Mio上去是计算销量 但其实它很早就做了 但市场可能忽略它了 后来它出了一辆车 新款叫汉 现在还很热卖 其实我看到市场的反应也好 销量也好 但是股市市场可能还忽略它了 我就已经很重创卖它了 因为还有一个嗜好 你不用害怕 就算你最差 嗜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最差的情况 你还是没有赚钱 你不会怎么输 短短半年内 它就由70元 都升到200元 我大约都是200元左右 就走了 大约 就是赚了几倍 所以就 通过你的财富 就几倍 再几倍 其实数据就很大 这就令我可以做到 刚才所说的 可以缺了一份工作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可以做一个 推大也好 或者轻松一点的生活也好 但是你本身做到财务自由 这件事情 其实是由一开始 入职场等等 开始可能存钱 其实整个期限 用了多长时间去做呢? 还有本金 从什么时候开始 整个期限 其实如果持续计算 其实真的由我中学开始 做到2020年 2007年 即是中学生 要看 其实是的 其实你的投资 最好越早越学越好 因为越早越学越好 因为本金比较小 你说真的 你能不能承受的风险 更高一点 你几万元 我和你整个财务 你就输了几万 但是你学到的东西 你后面 当你的财富多了 你可能当你 Lex Day有几十万 你几万元 相对来说 可能一天你已经输了 那时候可能是 total loss 等于现在的你一天输了 就不同了 就是那个 你的用错率很高 你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所以是越早越好 这是第一点 刚才说用了多久 就是用了十几年 但是 我认为在2015年之前 我都觉得自己 我现在都不太记得 那时候 投资的方式 都是混混恶恶 大家保持着 只是保持着 摸石头过河的感觉 因为你未建立自己的系统 你都在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然后又买完一股 输钱 这只赢了钱 这只赢了输钱 是透过不断地 我是自学的 透过不断地 在这里试错 试错 我所谓的试错 还有当时的网上 我自己觉得 那种网上平台 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是 那时候的 哪有那么多YouTube 对啊 那时候没有很多人在YouTube 那时候网络刚刚才开始兴起 我想那时候的渠道 那些人 不是我 那些人可能看这些 交易现场 类似那些人 看财演说话 但那些其实就 坦白说 学不到东西 我自己觉得学不到东西 因为他短短那几句 他除非很专心教你 如果不是太大众的东西 其实是学不到东西的 相对上 反而就是靠自学 不断地累積 就用了前前后 但真正可能 你说叫做 赚钱可能有四五年 可能一五年开始 我本金 都是我印象中 可能出来工作的时候 大约都是几万至十万 因为我都是 等于说一说我出生 没错 几万至十万 是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们家里都是住公屋 没有什么家庭 所以投资本金 都是靠自己平时存钱 以及打工之后存钱 来做这件事 不过 可以说一说 那时候我打工开始 就有借钱 因为我有特地去借了一些 Tesloan 因为最主要是 最没有贷款 最主要是利息率便宜 是 我会觉得 股票 因为有几百分 其实尤其当时德国 可能是2-3%一年 其实在股票市场 一天都没有了 反而要想的 就不是intress 想一想 是半金给了你之后 你可不可以好好地 运用这笔钱 其实以前就是 很多人就借了钱 然后就放进去 放一些收息股 至少已经是 全都充分了 所有的intress 还有钱赚 最基本上 以前已经是有这些做法 嗯 但是现在的话 其实借钱去投资 和存钱投资又怎样选择呢? 因为始终联储局等等 在国家息息息 和以前的年代已经不同了 是的 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 如果一般人 自己投资未有效 或者浮沉沉 就不要借钱投资 因为借钱投资 其实我 我自己 都试过它的和和 在2020年之前 我都觉得借钱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 后来 2021年 开始共赴 2022年股灾 我就深受其害 那么 所以 稍后可以说多一点 就会令到 你的投资得不诚实 可能你是多钱 你想赚钱的时候 当然是好 但是当你的股价跌下来 其实你承受压力 是大很多的 不是大一点 因为股价永远都有波动的 除非你真的这么聪明 找到一只股 永远都会上升 尤其是你预算港股这几年 其实相对上是很难的 当你本金得大 我简单举个例子 如果你借一倍 如果你借一倍 有两种的 刚才我先说 先说一下 Leverage 去 MARGIN 去投资 和借银囊钱去投资 是不同的 我先说借MARGIN 去投资 借MARGIN 去投资 就是好像刚才说借一倍去投资 股跌三成 等于你的本金跌六成 其实也挺夸张的 以港股前两年这么波动 跌三成 有时可能有些股一天都有 有机会爆装 就算连大几个腾讯 去年也跌一成多 或者在之前 很多时 起码一年内 见过一两次 一天跌一成多 如果你借一倍 一天输两成多 其实很适合的 尤其是买中小型股一天跌 前两年真的太多了 跌一成多一天 一两成一天 一到你的本金 如果借一倍 就会输四成 还有最坏的就是 港股通常跌完一天 第二天再跌 一跌两天之后 其实你可能输五成 很难追 你算数学题 输五成 你之后要追一倍 升了100% 是的 其实是很难的 尤其是当你会输五成 其实你的能力很难赚一倍 因为你的本金又少了 是的 而且你会容许自己输五成 其实你也很难 后面赚一倍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能力有点 或者风险控制有点差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自己也试过的 所以人是不断进步的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你用孖短借 就算是 如果是普通人都尽量不足 就算是零息或者高息 而银行借钱就会好一点 起码不会有人斩你倉 因为银行是会还钱的正常 只要你的份工的 cash flow 顶到 就会好一点 但是风险也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一样借一倍 只不过你变成了银行借 你不用有人斩倉 但是你一样会遇到 就是刚才跌几成 其实你的心理压力一样很大 因为你可能借了钱去投资 那么在零息或者高息时代的分别 就是零息其实是逼你去投资的 一般散户 C line 或者甚至连中学生和大学生 他们都要投资的 因为放在银行没有吃 没有其他更加好 那么你不如投资吧 但是我中学生和小学生没有钱 对吗 有些人有很多人有钱的 只有利是钱 所以你投资之后 零息时投资的环境会有好很多 其实可以借钱 如果你够进取 但是当你去到高息时代 你也见过前两年 无论美股中的广告都大跌 因为高息其实是不利于投资 因为好像现在这样 Fatway就5%多一点 就是说你就算用Fatway 其实通常借钱不止这个价格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 你一年要升5%多 你才能够掌握到你的利息 后面才是你赚的钱 等于我刚才所说的概念 全职投资 你要赚到你平时的开支一样 后面才是你的利润一样 变上你的要求是一年 起码要赚5-6%以上 才是达标 不是0% 一来一回 所以在高息时代 尤其是现在就尽量 除非你觉得很有信心 自己投资很厉害 否则尽量没有做这样